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祭拜男方时 我们也需要祭拜女方吗 这是一个封建时代的糟粕文化 就是认为我们嫁鸡随鸡 嫁给随狗 那么你女的嫁到男方 就不是女方家里人了 你就要跟着男方了 这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有序话 在古代是有好处的 因为女人不工作 所以以前那叫什么 你嫁过去以后叫相夫教子 是女人不可以随便地 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这是一种封建的 一种自私自利的糟粕文化 也就是一个人的典型的占有欲 这个女人是我的 就像私有财产一样 甚至到一段时期 什么皇帝死了 还要把她拼妃杀死 去寻葬 摧残人形 那么这种文化是糟粕的 这跟我们生命实相是有违背的 那么女人为什么 在一个家庭里面 既要祭奠丈夫这面的祖先 又要祭奠女性的妻子 这面的祖先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现在的DNA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男 每一个人 无论是男人女人 你的身上都有两个方面的DNA组成 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母亲 我们叫父系跟母系 每一个 你是男的也是这样 女的也是这样 并且它是等量的 就是有一半就是父亲 有一半就是母亲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传代传后这个方面 那现代科学告诉我们 女的也在传后 你是张家的女的 还是李家的女的 你也在传播着 这个姓张的家的基因 你也在传播 姓李家的这个基因 更重要的是 你的后代 你们两个夫妻两个 你姓张 他姓李 你的后代身上 有你跟你太太的这个基因 所以是 你把你身边的祖先 倒连同就挺好的 他们没有怨气 你把你太太 那边的祖先不连同 那边有怨气 好像正面对你没什么反应 但是对你太太有反应 那间接上是什么 你的儿子身上有你的基因 又有你太太的基因 作用到儿子就惨了 为什么 他身上有一半是妈的基因 结果妈正面的祖先有怨气 作用到你的儿子身上 有一半部分就开始不安宁 开始生病 因为基因是一种波动 是一种动态的 一种生命现象 所以是 那里面 这个现在量子纠缠论说 祖先那不安宁 你这就不安宁 变成了一种 很科学的认知 它是一种新的波动 祖先在怨恨 产生一种新的波动 这种新的波动 它身上 你身上有它的基因 它在那波动 你这也在波动 这个就是最新的量子纠缠理论 你无论相隔距离有多远 比方我在新加坡 我祖先是中国的 那我不孝顺我的祖先 我不孝顺他们 不去安室祭奠他们 那么他在那怨恨我 我没有失控 我在新加坡照样难受 照样难受 甚至你坐飞船 跑到月球上 也照样难受 量子纠缠理论 就是量子 相关的量子对 无论间隔距离多遥远 都在发生着互动 没有时空的概念 没有时空的隔阂 这个跟我们古代 先贤发现的科学原理 是一致的 也就是你身上有祖先的基因 他那不安神 他那没东西吃 他那没钱花 他那抱怨 那这个抱怨的波 就直接被你今生节受到了 也直接作用到你的后代子孙身上 所以是那么实现科学告诉我们 一个家庭 要祭两个方面的祖先 一个是丈夫这个方面的祖先 一个是妻子这方面的祖先 那么在丈夫这个祭典的这个过程中 他要祭典双方的祖先 也就是他爸爸跟妈妈的祖先 他都要祭典 比方说我的爸爸姓毕 姓张 我的妈妈姓毕 那么我在这个祭典的时候 既要祭典张姓祖先 又要祭典毕姓祖先 那我太太姓黄 他爸爸姓黄 妈妈姓肖 那么他既要祭典黄姓祖先 又祭典肖姓祖先 那这样的话就是 往上连结 我们叫九祖 九祖的基因 那么大概五百年的这个时空点 对我们现在的活着的人 影响都很大 那五百年以上的 九祖开外的 有影响很弱 所以是暂时可以先雇 自己的九祖系列 就是爸爸的爸爸 爸爸爸爸的爸爸 这样妈妈的爸爸妈妈 爸爸的爸爸妈妈 这样一代一代的往上推 那连结起来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王 因为都是不同的姓氏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我们华人五百年前都是一家 因为彼此之间都有基因的互动 所以是为什么我们要普度众生 就是你不能光度你姓张家的 实际上那些都跟你的祖先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五百年前我们可能有一个 共同的祖先 有一个共同的基因 所以是那么孝道是这样的 一个完整的孝道 所以祭典方面 那么特别清明 不光是祭自己过世的父母 或者过世的爷爷奶奶 连你的外公外婆这个系统的 甚至外公外婆的兄弟姐妹 爸爸妈妈的兄弟姐妹 都要去祭典 因为他们都有同样的基因 这个是从科学角度的实相 实相的认知 所以大概呢 我们不能那么太小气了 只拜拜一个姓氏的祖先 那么应该有一个广大的 圆满的一个心愿 这个帮助所有的众生 都去进行一个安乐 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获得安乐 获得富足 还不能太穷 获得保暖 有衣穿 有饭吃 有东西用 基本上是要做到这个样子 好 非常感谢张卜生教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清明节的点点滴滴 关于孝道这个系列 那接下来我们在4月1号 OOSS将会举办这个清明节法会 那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名师 张卜生教授 带领我们大众一起来进行不同的仪式 还有了解这个清明节的意义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来参加我们这个清明节法会的朋友呢 可以上网报名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智慧生命大讲堂之孝道 那接下来我们会推出更精彩的内容 所以记得锁定我们的波道 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 高度人生智慧生命 下次见 高度人生智慧生命大 않 还愿来 多救折 坏 香港 三 carne 大尊